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景泰的办公室里面搜出了现金五百万 现在检方怀疑黄景泰收贿护航建商 向基隆市政府的人员施压 对建商违法的建案放水发放执照 一共有八名官员跟建商 以被告的身份被送到了地检署漏页征讯 而检方认为黄景泰涉嫌重大 有逃亡串政之余 今天下午申请积押 监警突袭办公室 基隆市议长黄景泰手插在胸前来回舵步 时而仰天时而低头表情沉重 看着检方翻箱倒柜 搜出更多机密文件 黄景泰似乎感觉不妙 开始明嘴 脸色越来越难看 窗帘缝隙隐约看得见 他跟检调人员对话 还试图打电话疑似搬救兵 随着办公室搜出人民币跟台币 现金共五百万 情况急转直下 黄景泰被以被告身份 移送地检署漏页复讯生涯 有跟议长拜托吗 有跟议长拜托放水吗 你怎么样 同样彻夜征讯的是 建商贾山林的检信经理 一早交保后风口快闪 爆发弊端的就是这个 搭建中的样品屋建案 占地四千七百坪 位于山坡地 却为依法提出水土保持计划 甚至还部分占用公有地 但是却跳过繁复的审查过程 取得建造 疑似黄景泰施压市府人员护航 转列被告的六名基隆市府 与议会人员交保后 一个个狼狈遮脸快闪 这次检方大动作 兵分十五路搜索 怀疑黄景泰对于办公室 藏的五百万现金 无法清楚交代来源 不排除收费可能 现在要追查这笔巨款 是否跟建商有对价关系 全案朝收费土利方向侦办 三立新闻林俊华 基隆采访报道